和大家報告的兩則有關病毒的消息 第一則是關於Polio小兒麻痺症 在加薩地帶一個十個月大的嬰兒 發現染上了Polio小兒麻痺症 這是二十五年來的第一宗 而這個病毒很可能就會傳染 除染度非常高 現在加薩地帶的官方和聯合國 都希望可以為大約六十四萬個兒童 分兩次注射疫苗 第一次當然是第一劑 接著大約一個月後的第二劑 總共超過了一百萬劑的疫苗 但我可惜目前來說 加薩地帶因為戰爭問題 很可能可以做到 而在英國那邊 英國聯合國副代表 發出說現在需要向加薩地帶八歲以下的兒童 注射小兒麻痺症疫苗 疫苗準備好了 但問題是如何可以有足夠的工作人員 和可以將這些藥送入加薩地帶 以色列很明顯就會利用這個病毒 對加薩地帶做一個相當大 而殘忍的破壞 會不會在國際壓力之下 容許工作人員進入加薩地帶做這件事 就不知道 如果這個疫情在加薩地帶蔓延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估計到 有相當多的加薩人物就會受到傷害 但一旦這個病毒抗展 其實以色列和埃及都有相當大的危險 因為這些病毒是可以傳播的 傳播途徑非常多 也不會只走在加薩地帶裏面 在加薩地帶的鄰近地區 是絕對有可能感染到的 我們在這裏看到 英國一方面繼續向以色列 提供各種各樣的援助 包括武器 另一方面現在就 惡穴淚在這裡 貓哭老鼠 要為加薩兒童注射疫苗 雙面人 這是第一單 第二單我們知道是非洲那邊 就發現了有Monkeypox猴鬥 這是相當高傳染性的病毒 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宣布 這是一個現在要關注的醫療事件 包括中國的海關在內 很多國家開始要收緊對入境的旅客 留意他們有沒有機會 將這個病毒帶到國內 所以這裏跟大家報告這兩個 都是相當大傳染的病毒 一個就是小兒麻痺症 另一個就是猴鬥 希望戰爭不要使這個病毒更加大的擴張 而非洲那邊能夠盡早把這個病毒消滅 不過機會不大 老實說我現在對西方的醫療體制 沒有什麼大的信心 尤其是對付這些突發疫情 希望總好過無望 希望以色方面 真是有少少人道 進去疫苗的進入 而非洲那邊就控制好了 世界各地也做好海關檢查 防止喉鬥的擴散